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之一,颠覆历史 大家好,我是陈启鸿 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 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溥仪 那一讲起溥仪,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清最末一位皇帝 而且他三次登基,三次下台 也因此被冠上一个亡国之君的标志 可是真实的溥仪跟我们电影中的溥仪 是否是同样的形象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探讨的 那我们首先要来讲到说 大凡一国的亡国之君 那其实都不是单一帝王或单一时间所造成 它通常都是击毙重生,累积长期的结果 而历朝历代也都不乏有许多的天灾人祸 在此之前都有一些隐忧或者是原因 才会造成整个王朝的父王 那于是我们来看看 溥仪接过大清 这个烂摊子 其实呢就已经面对了相同的情况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溥仪登基之前 大清早就被慈禧太后搞的是乌烟瘴气 而中间虽然有光绪皇帝 来有希望有一番作为 希望变法违心 但是后来还是迎来大清父王的命运 因为慈禧太后这个守旧派势力 从中杯葛 弄出个戊虚政变 所以后来使得光绪的努力 完全都白了废 那于是我们来看看 溥仪就在这样子一个风雨 飘摇的情况登基 而且还没有来得及亲政 就迎来大清的灭亡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溥仪算不算是真正的王国之军呢?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明朝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国之军 叫做崇祯 那崇祯为什么会当上王国之军 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 一天东宫太子的教育 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 就当上了皇帝 结果呢 他虽然有看到问题 也立刻下了决断 就是把魏忠贤还有克氏杀掉 但是他的种种努力 最后仍是白了废 后来在眉山上吊致意 那于是我们要看看说 那大家对于这个崇祯的评价是如何呢? 尽管大家也都认为 崇祯的问题很多 但是因为他做了许多的努力 所以很多的史学家都给他寄予无比的同情 把他称之为 不是王国之军的王国之军 那于是我们就来看看溥仪好了 溥仪连一天亲政的机会都没有 就迎来大清父王的命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算不算是真正的王国之军呢? 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在溥仪退位之前 那他其实是一天亲政的机会都没有 那后来他其实迎来大清的为王之后 做了许多的努力 而这些努力 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看到 他一直都希望恢复大清 像是譬如说在明初军阀的时候 他跟张勋那些人往来 那无非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复辟 结果后来溥仪复辟真的成功了 十二天后又被拉下台来 那于是我们再看看 后来日本人扶持他 成为满洲国的皇帝 日本人是不安好心眼 但是说到溥仪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也是想要反过来跟日本人合作 借由他们的势力来恢复大清 那只不过是这些努力 似乎都落了空而已 像譬如说溥仪曾经秘密的拓展 他的护卫军 因为他把这些大内高手 还有从外招来一些人才 秘密组成自己的军队 而且还将近发展到千人 是后来这些护卫军 跟日本关东军的士兵 发生了冲突 打了一架之后 日本关东军才发现 溥仪你怎么有自己的 所以你看溥仪其实是有好好的想要为恢复大清做许多的努力 甚至他后来为了不让日本人控制 那坚持要主宰自己的婚姻 而且也主宰皇室的婚姻 甚至到后来还跟那个外交官秘密联系 希望逃到萨尔瓦多 虽然后来都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在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期间 做了许多年做了许多的努力 所以后来周恩来曾经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当皇帝的时候才两三岁 那时候的事不能让你负责 但在伟满时代你是要负责的 那这个话是在指责溥仪干嘛呢 就是指责溥仪跟日本人合作 当人人唾弃的汉奸 可是各位如果说这一句话是属实的话 那是不是也相对来看 他做了许多的努力来恢复大清吗 所以相较于一些亡国之军 你有没有觉得说 溥仪的努力其实还蛮值得让人称赞的 那所以我们看不到他到底清正的能力如何 因为没有机会让他一天清正 但是呢他在为恢复大清所做的努力上 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 溥仪在恢复大清上是多么的心心念念 那据说他晚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说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疑似发现雍正的密造 那为什么说会发现雍正的密造呢 我们都知道说雍正当上皇帝 那他的皇位到底得来正跟不正 其实有许多的争议 可是雍正登基即位之后 对他的兄弟们并不是很好 那像譬如说有八哥允四 还有九哥允堂 那这两个人后来被他幽静起来 那先后暴毙身亡 怎么死的死因不明 那有人是说他幽静而死 也有人说是雍正偷偷命人下毒 莫终一事 但这个谜团无意间被溥仪发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溥仪后来在紫禁城之中 依据亲事退位条件 他可以在里头待着 但是必须安分守己 不可以任意出外 所以当时年少的他 经常跟他的弟弟普洁 这个在椅子上的就是普洁 旁边站的就是普怡 两个人经常在紫禁城里面 到处乱玩 想说反正也不能到外头去嘛 那我们就在宫里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心情的玩意儿 那结果他们一路来到这个养心殿来玩 那在打闹的过程中 屋顶突然落下了一些灰尘 那于是他们好奇的四处张望 那突然发现墙壁上的佛龛后面 好像藏有东西 那于是他们就过去把它取出来 取出一个黄纸包 那他们当然很好奇啊 这个黄纸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打开一看 原来里面是一张密照 他们隐隐约约知道 这个是雍正命令中人府暗杀八哥跟九阿哥的密照 可是呢 当时他们年纪太小 搞不清楚这封密照有什么重要性 所以看看上面都是字 好像也跟自己的祖先有关 那但是他也没有很在意 所以把它收拾回去之后呢 就把它包好放回佛龛后面了 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个密照的重要性 那他后来曾经回到紫禁城去问宫中的一些老人 有没有发现过这个黄纸包 那大家都跟他讲没看到 而他回到那个地方也没有看到这个黄纸包 所以他在他的回忆录之中 曾经一度把这件事情写进去 但是呢 因为这个黄纸包已经不见了 死无对证了 所以他后来失之再三 还是决定把它删掉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写进他的回忆录之中 可是他的弟弟普杰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之中 提到了这件事情 好 那于是普杰也曾经提到这件事情 普也一度把它写进来 所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无误 是发生过 他们真的都有记得自己有发现一个密造在里头 好 那这个密造到底是否属实 我们不得而知 搞不好是伪造的 因为已经死无对证 已经东西不见了 但是你注意哦 普怡一直到晚年 都还在回想自己过去的生活 在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 甚至他还去记取前人皇帝的一个统治方法 那这是不是代表着说他仍然心心念念要恢复大清 所以你看普怡相较于一些历代的亡国之君 一亡国之后就乐不思俗 安享义乐 那就干脆忘掉国仇家恨 你不觉得普怡这样的一个作为 其实还蛮令人称道吗 所以大家都说普怡是亡国之君 我们看不到他多有才能 顶多就是说他当了汉奸 贪生怕死 但是他为恢复大清所做的努力 这个是不能抹杀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普怡的性格 那中国最后一个太监 他叫做孙耀廷 那孙耀廷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 提到许多清宫里面的私生活 而且也提到普怡的性格 怡似友 恋母情结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首先来从他的生母讲起 那普怡的生母 他是瓜尔加士 那他的原名叫做苏丸瓜尔加又兰 那他的父亲就是慈禧的君基大臣荣露 所以他算是出生相当的显赫 后来因为融入的关系 他还成为慈禧的养女 而且是在慈禧的祖婚之下 把他许配给宰丰 所以后来他跟宰丰 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这一个长子就是溥仪 那不过这个溥仪我们知道说 在光绪并仲之时被慈禧勒令要带进宫中教养 那当时纯亲王府听到消息之后 是整个府内是上下人心惶惶 大家都不知道说两岁的小孩到宫廷里面 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 那结果进去之后 后来也就母子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 那既然母子没有机会见面 那为什么溥仪会有所谓的恋母情结呢 这就要说到他的恋母情结 不是他的生母 而是他的颅母 就是奶妈王娇士 那为什么说他的恋母情结 是在王娇士身上 因为溥仪自小 他的颅母就是王娇士 那溥仪为了要疏解自己 在宫中里面的压力 那经常黏着王娇士 而且呢只要他想要喝奶 是不必任何的嫌 直接在大庭广众之下 就会扑到奶妈的怀中喝奶 那甚至到了九岁哦 九岁都还继续喝奶 而且是扑到王娇士身上 说我要喝奶 那你知道说在宫廷里面 这样大庭广众 那要这样子刺身肉体 让人家看到这实在很难看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王娇士后来怎么办吗 他特别为溥仪做了一件宽大的袍子 以便于溥仪要喝奶的时候 可以把它包到这个宽大的袍子之中 让它好好喝 又不会让自己觉得 就是不成体统这样子 可是尽管王娇士已经做到面面俱道了哦 但是其他的宫女看了还是会笑话溥仪啊 所以后来这些笑话的这些话语 传到了太妃的耳中 太妃觉得这样子太不成体统了 所以就热令把王娇士逐出宫去 好那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子说来王娇士对于溥仪来讲 应该是有不良的影响吧 可是我告诉各位正好相反 王娇士反而修正了溥仪的扭曲性格 怎么说呢 好 因为溥仪入宫之后呢 被迫要接受各种宫廷礼仪的规范 那清廷皇室对于皇子其实要求甚多 甚至有所谓的限时 就是不准让他们吃太多东西 所以溥仪经常处于挨饿的状态之下 那常常没有东西吃 甚至有时候溥仪趁着那些太监 不注意随手抓个什么食物吃 你知道那个太监还会硬是 把他嘴巴敲开 把东西从溥仪的嘴里面挖出来 你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溥仪在宫中的生活 是一点都不如意的 所以这也就导致他后来 他的性格变得扭曲 尤其是他长大以后稍微好动 那些太监还会把他关到黑屋里面 拜拜火 那说是要让他冷静冷静 可是一个没有母亲在身边的小孩 然后接受这样子一个幽静的感觉 你不觉得这样子会严重缺乏安全感吗 所以小时候他由得那些太监为所欲为 长大之后反过来欺凌这些太监 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宫廷里面有记载 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叫做起居住 那这个起居住或起居住呢 里头就有一件事说宣童九年正月十六号 上常吃太监 那这个吃就是鞭打的意思 那前后达十七名 那大臣陈宝针曾经觐见这件事情 但是朴仪依然故 所以你就知道说朴仪在这个时候 已经养成虐待太监的一个扭曲的一个行径了 而且呢他不是不高兴才会打太监 他高兴的时候也会虐待太监 像是譬如说有一次他想要试试看说 这些太监是否还听这个自己 这个退位天子的命令 所以他就随地指了地下一坨脏东西说 来某某太监你给我把它吃了 那太监有办法去违逆他的意见吗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真的就把那一坨脏东西在朴仪的眼前 把它吃掉 而且朴仪完全没有阻止他 过分的行径不止如此 那据说有一次朴仪拿着灭火用的那个急筒 就是喷筒在那边喷水完 结果迎面走来一个年老的太监 那于是他就把这个喷筒的水 往这个太监身上猛喷 那这个太监被喷到之后也不敢跑啊 因为皇帝就在眼前啊 他们还是有受过这种宫廷礼仪训练的 那所以他就蹲在地下 结果呢朴仪就觉得你蹲在地下不走 是不是我就喷到你走 他就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喷到这个太监晕死过去为止 那后来是好不容易被人家救回来 可是由这两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朴仪的行径有多么的令人发指 真的是夸张到了极点 结果你知道哦 在这些扭曲的行径后面 是谁在想办法对他进行劝告跟修正吗 就是王教士 那王教士对待他的方法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宫里面不是全市地位比溥仪高 就是低于溥仪 所以高于溥仪的就会狠狠地责骂他 像譬如说太妃啦 或那个荣誉太后 那地位比较低的那些太监 又是唯唯诺诺 唯他的命是从 只有王教士会对他加以劝告 而且王教士的劝告都是软着来 都是将心比心 他都会说哎呀你看啊 你不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应该对你的手底下的人怎么样 因此这个王教士对于溥仪而言 反而是给他很好的言教跟深教 所以后来那个王教士被迫逐出宫去之后呢 溥仪敢念这个王教士 特别说了一段话 我们来看看溥仪怎么说的 他说现在看来 如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一个通人性的人 如果九岁以前 我还能从如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 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上师殆尽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说 这个如母王教士对于溥仪 其实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 有没有 因为溥仪觉得说 自己九岁以前都还有人性 九岁以后就没了 你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对王教士是多么的高 那当然大家会怀疑说 是不是这个王教士本身就是家世良好 受过良好教育的千金大小姐呢 我告诉各位完全不是 溥仪自己也很好奇 曾经问过王教士 就王教士的回答 让他大吃一惊 怎么说呢 因为王教士出生贫农 三岁那一年 因为家乡发生大水 所以他的父亲带着一家人逃难到北京去 那途中因为太多的人要吃饭了 一度想要把这个女儿王教士丢掉 但是后来还是不忍心撑得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之后 东过春回 他们回到家乡 想说既然大水过去了 可以好好的耕种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又遇到了八国联军 那于是他们又逃难到了北京 逃难到北京之后呢 举目无亲 还好有个哥哥在北京那边工作 所以他就投靠他的哥哥 那他的哥哥是有收留他啦 可是其实他所赚的钱也没办法负担王教士 所以他后来半卖半价把王教士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异 那后来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 结果这个姓王的差异居然就走了 就病逝了 病逝之后一家老小的那个吃食全部落在王教士身上 你说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去负担整个家的家计 还好就在这个时候 纯金王府贴出告示 说要征召一个颅母 所以后来王教士就去应征 那当时跟着一起去应征的有二十多人 结果王教士脱颖而出 那原因是因为他体貌端正奶水存厚 那不过纯金王府虽然挑了王教士当了溥仪的颅母 但是也给他开了两个条件 那他说我一个月给你两两银子 但是一来你不能回家探望儿子跟女儿 谁知道你回家之后会不会带一些不好的食物或病菌过来 影响了溥仪呢 对不对 那二来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没有调味的肘子 那什么叫做肘子 就是猪脚啦 你知道猪脚如果没有任何调味 那个心油啊还有腻啊 是很难入口的 王教士都答应了 而且他这样一吃就是九年 你看有没有夸张 好 那结果你知道后来九年之后 王教士回到家乡 才发现自己的女儿早就饿死了 为什么 原来他把从王府赚来的钱都给他的公婆了 但是他的公婆也没有多余的钱 再去找一个颅母来喂他的女儿 结果他的女儿就只好给他米汤喝 结果这一喝喝酒了之后 就因为营养不良而死 但是后来这个消息纯金王府不告诉王教士 因为怕王教士悲伤过度影响了奶水的品质 所以王教士是到后来回到家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就已经过世了 你说他会不会悲痛不已 为了养一个辅仪那结果让自己的女儿因此营养不良而死 所以后来溥仪又把这个颅母特别接过来跟自己一起住 那可能也是希望补养不良而造成他亲生女儿病逝的这个过错 好 那除了说溥仪曾经有可能是恋母情结之外 那在孙耀廷的著作里面还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溥仪仪式是同性恋 还因此终身没有指示 那孙耀廷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因为小的时候啊 那个依据亲事退位条件 那他们不可以到处乱跑 可是溥仪正是贪王好动的年纪 所以太妃就要太监们好好加以看管 那白天还好 但是到了晚上 谁也没有那个精神跟体力看管溥仪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些太监就委托宫女们去照顾 而这些宫女们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刚好溥仪又年轻气盛嘛 结果没有多久 两者就勾搭上了 所以据说溥仪过了好一阵长期仲狱的日子 那仲狱到后来对男女之事都没有兴趣了 那于是后来他就又回到跟太监玩 那据说这个时候有个太监非常的美貌 而且跟溥仪很好 那这一个太监叫做小王三儿 两个人过从甚密 那孙耀廷认为说 两个人应该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所以这是其一 那其二就是说溥仪有一个养老师 叫做庄士敦他是英国人 那这个庄士敦据说也是同性恋 那所以溥仪跟他感情很要好 所以孙耀廷认为说 这个溥仪应该跟这个庄士敦也有一些不寻常的关系 再来就是溥仪一生无死 那孙耀廷也认为说 应该跟他同性恋有关 不过这三个事实后来都逐一遭到破解 怎么说呢 有学者去好好探查了一下 发现说在大清档案中的近视房名册里面 没有一个叫做小王山儿的太监 那也就是代表着说 既然没有这一个人 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不正常关系的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 就算真的有个太监叫做小王山儿好了 那但是这个溥仪应该会好好提拔他 对不对 可是就目前现有大清档案里面 我们没有看到溥仪曾经有提拔过哪一个太监 所以这证明说 他跟太监过从圣密 这件事情是纯属虚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老师庄士敦 那他的老师庄士敦 后来回到家乡 谈了几次恋爱 通通都是异性 而且后来还因为失恋想要自杀 如果庄士敦真的是同性恋的话 怎么会交往的都是异性 唯一的可能是他是双性恋 可是就算是双性恋的话 也应该会夹杂几个男性 对不对 结果没有 而且重点是当时庄士敦跟溥仪 关系正要好的时候 是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面 两个人怎么能够避得过众多太监 宫女的耳目 做一些勾搭之事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溥仪跟庄士敦 有发展同性恋关系 这也是纯属虚构 那但是为什么这个孙耀廷 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那孙耀廷也是听来的 那我个人是认为啦 就是说你知道古代有所谓的 对时的风气 那对时呢就是 宫女们相互慰戒 发展到后来也有太监跟宫女相互慰戒 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发生 所以溥仪可能听到了耳濡目染 也曾经好奇来那么一下 跟这些太监可能比较美貌一点 跟自己比较要好的 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 可是这种亲密的接触 可能潜藏极止 并没有因此改变她的性向 也没有去影响到 她真的发展成为同性恋 所以她这样因为好奇 而有这样的一个尝试跟接触的话 你能说溥仪就是同性恋吗 那但是既然溥仪不是同性恋 那为什么会有一生无子呢 那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从溥仪的同事 审罪来讲起 那审罪原本是军统少将 那他后来被中共特赦之后 跟溥仪一起当文史专员 这就是他们是同事的原因 而审罪后来转述了 溥仪在跟他闲聊时谈的话 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说有时候两三个宫女 在床上教溥仪干坏事 那溥仪第二天就筋疲力尽 见到太阳都是白的 那这个时候太监又找来一些 壮仪要给他吃 结果男敌如狼四虎的众多宫女 渐渐的他就对这事没有了兴趣 所以这一段缘由解释了溥仪 后来其实对男女之事 没有兴趣的原因 可是没有兴趣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 那不过后来溥仪确实是罹患性无能 为什么知道 因为后来有学者去研究溥仪 收集的相关史料 无意间得到了1962年7月21号的求诊病例 上头清除写着 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尾 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 有西烟四号成三次结婚均未生育 所以从这份病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溥仪一直为阳尾所困扰 还一直遍找名医 但是都没有成效 而这样的一个性无能的事实 后来也在溥仪的第五任妻子身上得到验证 那溥仪的第五任妻子叫做李淑贤 李淑贤后来曾经对采访的记者说 他们新婚之夜 溥仪就一直看书到深夜 当天没有碰他 之后连续几天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李淑贤忍耐不了了 就直接摊破事实 就直接问溥仪到底是怎么回事 溥仪这个时候才供出他有阳尾 也就是性无能的事实 那李淑贤听得当然很火大 你跟我结这个婚 那不就是要我把你们的手火寡吗 所以当场就要跟溥仪离婚 但是溥仪是中共的重点人物啊 还把他们的婚礼拍成纪录片啊 李淑贤这样子一搞的话 就变成刚结完婚没多久就离婚 这像话吗 不是当把婚姻当儿戏吗 所以后来闹到中共高层那边 那中共高层的周恩兰 还特别找这个李淑贤讲话 他说你跟溥仪结婚的事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拜托你照顾他啦 你们没有小孩 我跟小超生过那么多年 也没有小孩啊 不要离婚就给溥仪当一个保卫者吧 那连周恩来都讲话了 所以后来李淑贤不敢再离婚 但中共后来遍找明依 想要想办法让溥仪恢复雄风 通通都没有用 所以后来溥仪这个性无能的这个病史 一直困扰到他晚年喔 好 所以后来啊 溥仪在他的著作 就是我的前半生里面 特别写了一段话给李淑贤 他是这么说的 我年岁大体弱多病 既没能让你生下一男伴女 又没有留下账务 今后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之所以 不能生下一男伴女的原因 都是因为自己体弱多病 也就是性无能 或者是说他年轻的时候 长期终于搞坏了身子的结果 那有人是认为说 清朝一向是近亲通婚 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的那个生育力低落 那也有人认为说 是因为溥仪年轻的时候 就吃了壮阳药 壮阳药成分不明嘛 导致了溥仪的精子活力低落 所以这也是溥仪会一生无子的原因 而溥仪自己应该认为说 就是自己年轻时重欲 再加上吃了不该吃的壮阳药 所以才会导致一生无子 所以溥仪之所以一生无子 不是因为同性恋的关系 而是因为他性无能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顺便一来破解溥仪是同性恋的传言 那顺便也让各位知道说 溥仪其实罹患隐疾 这也是导致他一生都没有生下一男伴女的原因哦 好 那于是我们再接下来 既然看看既然他跟宫女这么早就发生性关系 那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花心的帝王呢 其实古代帝王有后宫三千美女 那步伐有致命 风流之辈相乾隆 那溥仪算不算是这种人呢 似乎并不算是 而且他还蛮专情的哦 尽管他罹患性无能 但是他在情感上并不是这么的花心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溥仪一生的五个老婆好了 我们逐一来看 那溥仪的第一个老婆 就是他的皇后婉容 那婉容他的原名叫郭布罗婉容 那出生名门世家 年轻的时候就以容貌端正跟擅长琴棋书画 在清朝皇室贵族之间名文侠耳 所以后来嫁给溥仪当老婆之后 两个人一开始还过了蛮短暂的甜蜜生活 为什么 因为婉容他自小就是受西洋教育长大 所以他嫁给溥仪之后 也把自己小时候所带来的西洋生活带给溥仪 他教溥仪吃西餐 写英文信 写英文情书 所以两个人一开始其实生活的相当的甜蜜 称得上是间谍情深 但是为什么后来感情会生变呢 这就要讲到说那个婉容的性格 因为婉容的性格比较偏执狭隘 容不得溥仪对另外一个妃子 就是淑妃文秀好 所以经常针锋吃醋 结果这一针锋吃醋下去 就让溥仪越来越不越 再加上后来文秀因为无法忍受宫廷生活 主动要求离婚 这家丑外扬 溥仪认为说 都是因为婉容容不得文秀排挤他的结果 所以后来就对他更为冷淡了 然后到了满洲国时期 两人虽然先后到了满洲国这个地方 但是溥仪这个时候无心照顾婉容 对他非常的冷淡 不理不才 而这个时候的婉容又在 已经是孤苦无依了 又面对日本严密的监控 所以他的身心遭到极大的压力 濒临崩溃边缘 所以他后来揽上了一个恶习 这个恶习就是吸食鸦片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婉容的容貌其实是相当的清秀 气质相当的出壮 但是你看在满洲国时期的他 眼神你有没有觉得 已经有一点点失常的感觉 有没有 所以后来据说婉容为了激怒溥仪 因为溥仪对他完全不理不才 还跟溥仪的四位师通 因此生下一个小孩 据说溥仪看到这个小孩 大怒啊 直接把他抓起来 砸到锅炉里面打死 所以后来那个婉容精神失常 然后后来溥仪也完全不理不才 甚至到后来那个婉容死在狱中的消息 传到溥仪耳中之后 溥仪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这就代表了说溥仪即使后来没有跟婉容在一起的 但是呢 他对婉容的愚恨仍然未消 那也就是因为婉容的种种行径 觉得让他实在是记恨不已 所以他对这个妻子后来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那我们再看看溥仪的第二任妻子 那就是淑妃文秀 文秀你可以注意到他的长相实在不怎么样 比不上婉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溥仪就是跟他比较投缘 比较有话说 所以在文秀跟婉容相互争吵 争风吃醋的时候 那其实溥仪也多半会站在文秀这边一点 可是后来文秀一来遭受到婉容的排挤 二来也觉得这种备受监视跟备受压抑的宫廷生活 他忍受不了 所以他后来接受闺蜜的建议登报离婚 而且离婚的理由真的是很夸张 他曾经要求写了一封律师函 上头披头就写了 世帝九年未蒙一姓 各位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文秀当了溥仪的老婆 连一天都没有同床共整过 也就是文秀九年之后还是完毕之身 所以这也就是侧面的反映出 溥仪是信无能的事实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闹大之后 你知道溥仪真的是觉得难堪 以及谁愿意自己的影集 被人家知道还公租于世呢 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对簿公堂之后 溥仪马上下令律师赶快跟他和解 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那后来文秀也有提出他的条件 说必须每个月付他沾养备15万元 那后来是有杀价杀到5万多 那后来溥仪也不想跟他再纠葛下去了 顺利离婚 离婚之后据说文秀发展的还不错 那但是两个人后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 好 那所以这是他跟第二任妻子的缘分 再来看到溥仪的第三任妻子 那溥仪的第三任妻子叫做谭玉玲 那因为宛容精神失常之后 日本人就一直希望为溥仪找一个日本妻子 好家里控制 溥仪就是不要 所以后来经由黄世成员介绍 介绍了这一个年仅17岁的谭玉玲 那溥仪一看了就很喜欢 就把他封为祥贵人 那他跟这个祥贵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谭玉玲啊 年轻貌美啊 那他的一个天真烂漫 带给溥仪很多的安慰 不过两人婚后7年就病逝了 那病逝的时候呢 而且是病逝在日本医生诊治的过程中 所以溥仪一直都很怀疑说 这个谭玉玲是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所以他后来在谭玉玲死后念念不忘 还特别玩蝶仙 想要召唤谭玉玲的灵魂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其实溥仪在年轻在紫禁城里面 就曾经玩过蝶仙 那后来在谭玉玲死后呢 他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玩的蝶仙 就想说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谭玉玲 来问问看他过得如何啊 也顺便问问他的死因 所以后来据说有一天晚上 他找了几个亲近的人来一起服蝶仙 溥仪自己没有下去玩 但是他在一旁看 那这个蝶子有动起来哦 但是呢怎么动都是不成句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 那这就代表着说 他没有办法成功召唤到谭玉玲的灵魂回来 但即便是如此 溥仪还是非常的怀念谭玉玲 据说他把谭玉玲的头发跟指甲 还有照片放在自己的皮夹子里面 而且这一张照片的后面 还写了一句话说 我的最亲爱的玉玲 所以由此可知 他对这个谭玉玲是真心诚意喜爱的 好 再接下来谭到溥仪的第四任妻子李玉琴 那李玉琴是汉人女子 是个平民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平民呢 就是因为谭玉玲过世之后 就在日本的受益之下 取了这个李玉琴 因为溥仪看了这个李玉琴 容貌还不错 你可以看到他容貌气质也不舒宛容 对不对 相当的端正 那所以后来就取了这个李玉琴 那当时李玉琴只有15岁 可是两个人婚后感情没有很好 可能因为溥仪在日本的压抑之下 那个压力过大 所以经常对李玉琴拳打脚踢 两年后 那满洲国就亡了嘛 那溥仪被苏联抓走 而李玉琴就逃到乡下去 多了十多年 等到溥仪被中共特赦之后 他还特地去见溥仪一面 为什么要见他 为的就是要离婚 所以两个人后来半妥离婚手续之后 就各不相干了 所以他跟溥仪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 再来接下来就要讲到 溥仪的第五任妻子 那就是那个李淑贤 那这个李淑贤是溥仪自己找的 那他会找李淑贤 一来是觉得说 李淑贤的个性他很喜欢 二来也是因为李淑贤是个护士 他觉得可以照顾自己的下半身 所以他后来曾经写过一段话给李淑贤 说我以前在宫中的时候 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相物关系 那其只是我的网物跟摆设 那是后来遇见你才知道 人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所以这代表着说 他虽然跟李淑贤 没有什么很实质甜蜜的性关系 但是两个人感情生活是 真的是互相扶持 互相依恋的 而且他这个李淑贤也是他真心喜爱 所以他的最爱的女人 我认为应该就是李淑贤无误 那当然大家会问 那溥仪对他的前任妻子是怎么看待的呢 那溥仪自己在回忆录之中也有讲说 我先后有四个妻子 从实质上来说 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 他们只是一个摆设 所以这证明说 溥仪认为这四个女子 都是因为自己皇帝的光环而来 并不是真正喜欢他这个人 而真正喜欢他的人是李淑贤 所以他也对李淑贤特别好 由此看来 溥仪对自己的感情生活 有自己的一套选择 而且他也完全不花心 因为这五任妻子 几乎除了一开始的文秀跟婉容之外 其他都是先后取进门 这样子来看溥仪 似乎在感情上也算专一 对不对 再接下来 要讲到一个跟溥仪无缘的女人 那就是被誉为是 婉清最美格格的王敏彤 有人把他誉为是现代的周子瑜 那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王敏彤长得是超级端庄秀丽 那他原名叫做完颜立同纪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左二就是王敏彤 那智晓就是美人胚子 对不对 那他的表姐就是婉容 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溥仪 就是在婚礼之上 他见到溥仪这样气宇鲜昂的样子 后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可能是渐渐长大了吧 这个印象后来就转变为仰慕 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够嫁进皇家 那他一度跟爱心角落的某人订婚 结果呢 南方传出跟戏子游览 所以王家解聘 解聘之后 王敏彤的第二个婚姻 是在满洲国时期 因为普洁离婚之后 希望能够再找一个皇室女子再婚 那他向重的王敏彤 几乎都已经成定案了 结果日本人从中插手 不准结婚 结果王敏彤的第二任婚姻就此落空 就这样子一路戳脱到了五十岁 那戳脱到五十岁 为什么又跟溥仪扯上关系呢 那就要讲到说 溥仪被中共特赦之后 那王老太太特别设宴来请她吃饭 那席间王敏彤也不断的劝酒 溥仪可能是喝多了酒吧 开心就对这个王敏彤说说笑笑 结果等她离开之后 王敏彤就一厢情愿单相思起来了 那之后她透过各种管道 希望能够再请溥仪来吃饭 溥仪都不愿意了 因为溥仪不愿意再跟 就是皇室女子扯上关系 那甚至后来这个王敏彤 还去医院去开处女诊断证明 希望证明自己是清白之身 能够让溥仪接受 溥仪都没有因此动心 那所以后来溥仪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跟她讲说 你不要再来了 你给我滚出去 据说王敏彤大哭一场 再也没有去找溥仪 那很多人都会好奇说 溥仪为什么不会喜欢王敏彤 因为王敏彤这么的漂亮 对不对 那溥仪自己有说了 她说我喜欢不实的人 但她给我的印象不够稳重 恐怕很难生活在一起 她中意的人不是我 而是那个皇帝溥仪 那这也就呼应她 对她前任妻子的印象 也就是说她认为这些女人 统统都是因为自己皇帝的光环而来 看中的是自己的地位 而并非自己的个人的特质 那所以她认为说 这些女人都不是她愿意接受的 所以由此看来的话 溥仪其实还是有她 自我一套审视的能力 有她一套独断的看法 不知道今天讲完溥仪 这么多种种 是否也颠覆大家对溥仪的认知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合理直一颠簸历史 陈启鹏的颠簸历史 我们下次见哦